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龚敬林 37岁 赶快第一年了 在这边我不是第一个干的 因为这里不像是李好干的 道路挺暴走 这家天气不好下雪 就终于还不那么太方便 一天没有几个家 钱挺少的 我叫左荣俊 我来自安徽黄山 今年23岁 我17岁的时候 就到这个公司来上班 刚开始可能就是打闸吧 比如说早上六点钟起跳 然后一直工作 又不停地工作 一般就正常的 一般睡觉到12点之后来 感觉我睡眠时间好像是混乱的 晚上可以睡个十五个小时 确实我想 确实很累 出来打工嘛 自己能养活自己 自己努力吧 还吃了没人 我的名字叫赵勇 上海人 今年45岁了 2002年 我开始入这个行业 刚刚入行的时候 因为不习惯嘛 好像别人中一样的眼光 好像在看你 有些社会上 也对我们快递人有不了解 甚至有鄙视的 我们快递也是一个很频繁的劳动 大家都一样的 人和人是一面禁止 你先和人家打造福 人家最终也会和你来看 做任何一件事情 先播种 春天播种 秋天收获 你是哪个楼层的 酒楼 我稍微等会 好吧 东西比较多了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现在都提 最快速度 好吧 我们涉及到面积太大 村子多 村一村之间相隔 45公里左右 在这场嘛 墙况挺多 企业一份多 只不过网络这些东西没印上去 快递这份工作对于我来说就是 付出多回报少 好 这一楼层 一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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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楼层又一楼层一楼层 是 警方的 你给我拿 拿来 手套 这哪没有卖的 这还搭了远一个手套 他说网上便宜 满年轻人 现在都上网买东西 不行 我倒杯水 不过 这样干什么 好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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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晚上 是开地时受影 这个有点重的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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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说菜太累了 所以要不要喝 不用了不用了 谢谢你 最近在网上买了很多东西吧 嗯 蛮多的我们 谢谢你 好 再见 好 再见 你也拿 好 再见 就是杨珊 宽太子 他在这地方 下宠之外 就是老公 喂 吃饭 今天刚刚刚送好 不送好的饭 没时间吃饭 离仅前还好 今天过年 应该也能归了吧 我小刘 我帮你家好了 对于我们这个地区来讲 干净好像挺复兴的 忙到一天到晚能看着点笑意 有一天能十收入能有一二百 那就是最高兴的 对于工作上应该说 我对目前情况的状况 我还是蛮满足的 谈不上幸福 但是我满足 我孩子功课不是很好 很调皮 说心里话人很聪明 对家庭呢 我有愧疚之等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迷腹 那我换过很多航导座 可能我的命还是要做快点 对家庭呢 我担心了 对家庭呢 我就不得了 我担心了 对家庭呢 我担心了 我也担心了 对家庭呢 我担心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